趕他的那個進度 然後一路就超越了原本的領先者 可能拉一波尾盤了 這球帶起來在中間方向滿身軟的位置 馬上給王伯榮來個考驗 手中彎也沒有問題啊 往後退 完成了接殺 你今天四字零 你回到宿舍 你棒子是很重 你都不會想要去動那支球棒 中針方向安打出現 王伯榮這個時候敲出了台港水運團隊 在這場比賽的第一支安打 王伯榮其實在這場打之前 生涯都向布雷克 僅僅兩成的打擊率 不過來看一下這一球 哇 放得太便宜 是 不過布雷克 現階段的投球模式 這樣也沒有錯 因為其實球隊現在擁有三分的領先 那的確 他是需要能夠非常積極地去進攻好球帶 這球打擊出去 在中間方向的平飛球 陣潮的中間球過去 遭到了結殺 打得不錯 落點不佳 是 拉回來在右半邊 打穿一壘防線型殘打 布雷克 大王今天二支二 現在護送在一壘的陳菲林 往前推進一個壘包 來到了二壘 隊長敲出籃打 現在來開啟台港在四局下的攻勢 無人出局一二流跑者 嗆死喔 而且這一顆球 在一壘有人的情況之下 也是有刻意要去做一個拉打的動作 所以這個直球 王伯榮也是在這個擊球點的掌握上是放得比較前面一點 真的 有一顆這種界外的 感覺應該是算全壘打 雖然是拉得快了一點 這種變化球 但是我們可以注意到就是 柏龍今天在整體的 通過擊球區的過程中 他是能夠有效讓他的棒頭去做到釋放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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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